大家好,今天来带大家一块看一下面相之中的眉相系列21 也是指这种不同的眉相,代表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情况就是眉身宽大,虽然属佳相 但是如果说眉尾过长者,就是眉尾超过眼睛太多者 形成这种眉身过长者,主其人就是个性相对来说比较懒散 遇事容易犹豫半决,动作会慢常人半拍 第二种情况就是眉毛深的位置偏低者 形成这种田宅宫狭窄无肉者 像这个情况就是田宅宫这个位置,眉眼自见 因为眉毛深的位置低,造成这个位置相对比较狭窄 这就是这种情况 主其人不善于,阿谀奉承,人际关系不良 常做好,但是不讨好,多劳少获 同时其人思想来说比较积极,但是个性来说比较急躁一些 物质重于精神 同时其人婚姻感情方面也是不太顺利 如果再加上其人眼珠为黄色子,主其人为利是图 但是这种白种人,白种人是不忌讳这种情况的 第三种情况就是眉毛深的位置斜过木质,为之吊伤眉 就像这种情况 他是这样的,吊伤眉 主其人好色贪淫,婚姻方面会不美满,而且有这种懦弱的心态 吊伤眉的特征就是从眉心开始,然后往两边直生长 不过到了眼角的时候,出现一个明显的这种拐弯 直卷直卷,就是几卷直下的这种拐弯 这种情况,犹如一个钩子一样向下弯 所以这种啊,这种形态的 第四种情况就是八字眉啊,这个眉形八字者啊 但是眉毛,呃,柔软压眉压炎者,主其人多忧多愁 个性欠慷慨,有时表现比较懦弱怕事一些啊 处事欠缺决断力啊 就是像这个就是八字眉的这种情况啊 这个也是八字眉的情况 这个都属于八字眉的情况啊 性格上先来说比较 优如寡断一些啊 然后个性欠慷慨,就是欠缺症决断力 这是今天所介绍的面向之中的眉下系列21啊 也是这四种不同的眉下 分别代表不同的这种含义 今天先介绍到这